近日,洛杉矶县被CDC再度划入新冠病毒高风险地区,该地区可能恢复室内强制口罩令。 自12月以来,洛杉平均感染率上升至每10万人258例,远高于每10万人200例的门槛。 洛杉矶少数族裔媒体中心近日也就此邀请了医学专家召开线上研讨会,讨论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又一波新冠浪潮。 自从步入冬季以来,美国新冠病例又开始激增。 12月以来的至今一周多时间里,洛杉矶县平均新冠感染率上升到每10万人258例,远高于每10万人200例的门槛。 这使洛杉符合新冠病毒高风险地区的标准,再度被升级为高风险地区。 8日,少数族裔媒体中心邀请多名医学卫生界专家一起在线上研讨会, 探讨如何应对当下升温的新冠疫情,以及什么样的治疗最有效。 专家表示,目前草消息是已经有药物能够有效的治疗新冠,帮助感染者快速恢复阴性。 研究表明,接受药物治疗还能降低长新冠的危害性。 目前包括辉瑞在内的新冠治疗药物,有很多种药物可以治疗新冠,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免费的,无论患者是否有医保,事实证明这些药物对50岁以上的老人更有效。 而他们即是新冠伤害比较大的群体。 根据新冠数据表明,辉瑞的药物在过去一年避免了1600至48000例的住院和4800至1万例的死亡案例, 但他们也有门槛,比如不能和固醇类药物同伏。 美国人是有种类传的药物,是一种类传的药物。 所以,它会影响了一种类传的药物,但这回答案是,在大多数人的状态的药物, 你会在这种类传的药物中,就不在这种类传的药物中, 在这种类传的药物中,在这种类传的药物中, 在这种类传的药物中,在这种类传的药物中,